我自己最希望就是可以跟黃志勇交手吧 因為知道他是馬來西亞的未來之星 然後水平也挺高 這次希望在馬來西亞公開賽還有大試賽 也是能達到一定的成績 所以我現在先把目標放在兩個比賽的都能進到八強吧 馬來西亞其實我比較喜歡的一個是肉骨茶 一個就是那個月光河 我覺得肉骨茶就是湯底的味道我是很喜歡的 然後這個也是挺代表到馬來西亞 因為一吃就馬上會想起馬來西亞的味道 我是想要很感謝馬來西亞支持我的球迷 然後希望在下兩個星期的馬來西亞公開賽 跟大試賽可以有好的表現去報答他們